压低帽子走出警局 她是吴小姐 嫌犯张哲智跟警方公称 就是帮她出气才会泼散会晤 但是案情似乎逆转了 矛头又指向肖静腾的头号女粉丝 Yuki 不断喊冤强调不认识嫌犯 而根据警方调查 Yuki疑似跟嫌犯张哲智 还有曾奕成吃过两次饭 还边施边抱怨肖静腾 后来曾奕成怂恿张哲智仲介 说可以帮忙教训肖静腾 今年10月 似乎就由Yuki的助理下达指令 曾奕成就找来肖玉仁 还有陈冠亭 由他们骑机车泼洒会晤 犯案之后还打电话给一个男子 警方怀疑他们就是打给Yuki的亲密朋友 清哥 朋友介绍的 是台湾认识的 朋友啊 很疼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陈日清哥很疼他还在脸书上称赞 他很漂亮 连Yuki被人讽刺 也要到清哥的脸书上吐苦水 再加上清哥有帮派背景 让警方怀疑 也有可能是他找来人手 泼洒会晤 帮Yuki出气 不过现在这把战火 延烧到肖静腾的经纪人 Summer 换成Yuki传了五封简讯 给肖静腾的哥哥指控Summer 对肖静腾下降头控制他 太神神怪怪的事情 假的 世界上啊 又听说有催眠啊 什么 相信的人就相信 不相信的人就不相信 Yuki对肖静腾的爱恨情仇 延烧成两个女人的战火 这场会晤风波 真相到底如何 就等Yuki10号回台湾 亲自说分明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 对肖静腾的爱恨情仇